152 澳門日報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連寬蘇朝暉 合作中發掘新機遇,2015年7月26日拓文A03本部記者廣州25日電 經過十一日的長途拔攝,已了解 體驗潮山文化為主題的2015月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完成了香港、澳門、廈門、山頭、潮州等城市如千宮旅行程 該活動的總結聯歡會今日在廣州舉行 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朝暉表示 粵港澳文化同根同源,卻吻含各自的特點和魅力 三地青年隨通過官方渠道 還要更多利用文間自發的不同渠道和方式 多來多往,加深對港澳及祖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認識 推動三地一體便利總結聯歡會今日在東方賓館舉行 國家文化部副部長丁偉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林夕 省文化廳廳長方健宏 香港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 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朝暉 以及粵港澳150多名大學生出席 粵港澳青年文化之旅事貫徹落實中央 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廣澳工作總體部署 在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機制下 加強青年文化交流工作的品牌活動 活動自2009年起已進入第七屆 為青年體驗中國歷史悠久的多元文化 體會組國改革開放 一國兩制方針所取得的成就 提供重要平台 方健宏致詞稱 近年粵港澳三地政府部門合作機制不斷鞏固 共同制定2009年至2013年 2014年至2018年兩個五年合作規劃 確保三地文化交流合作緊密 形成青年文化之旅等一批有影響的文化合作品牌 還新推出粵港澳諮詢 粵港澳區域博物館優惠證 粵港澳文化生活變文地圖 無線移動終端應用軟件 公共圖書館數字化聯網等一批新項目 有效推動粵港澳公共化、一體化、便利化 首印製作夢想樹蘇潮輝稱 文化的魅力在於相互交流 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有賴於青年積極參與 隨著粵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發展規劃 2014至2018 簽署和日後港珠澳大橋的通車 將為三地深度融合提供便利 粵港澳青年隨要利用官方渠道 更要通過民間或自發等方式 積極開展文化的交流和體驗活動 在溝通中得到啟發 在協作終結下有二 在粵港澳合作大潮中發掘新的發展機遇 今年活動以體驗祖國歷史文化為主線 三地青年分別參加了澳門的文化遺產之旅 香港的原創方文化創意活動 並在粵東和廈門等地體驗了英歌舞 潮劇等獨具潮味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留下了難忘回憶 聯歡會上 三地青年分別表演自創至導自演的文藝節目 並與嘉賓共同用手印製作了大型的夢想樹 象徵三地青年永傑友誼 共同為粵港澳和祖國泛榮貢獻逆量